看過我《香港邏輯》那集,就知道我提及過再社會化 移民是一個再社會化的過程 當然,有些人成功,有些人再社會化失敗 我曾經看過不同的情況 移民後,老公不工作,甚至有女的走去做黃色事業 如果有人在外地遇到工作難題,心理或行為走向極端 有朋友更好,如果沒有朋友,就會更加自閉,形成惡性循環 我認為,社會化可否成功?核心思維就是 你可否接受到自己短期實意,失敗下? 你有沒有這麼強大的心理質素? 如果你來到加拿大,落地的第一步,就能找到你的老本行 得到與香港相同的職位,當然很好 但這樣也不保證你必然會做得開心 如果不開心,例如與同事相處不到,那怎麼辦? 我認識到一個同事,她跟我說,她以前國內有一個舊同事在跨國公司做 後來就移民去美國,公司很好,Internal Transfer她去英國分公司 對她來說可謂一步到位,對吧? 但她去到英國做了一陣,因為種種原因就沒有留下長造 所以說,其實凡事是沒有絕對的 如果做得不開心,又或是做不回老本行 又或是你找到你的行業,但是一些入門或很junior的位置 那又應該怎麼辦呢? 以前我曾經說過,要令自己和家人移民後 各方面都真正地 settle down 可能要用上幾年甚至十年的時間 所以要接受自己短期的失意是很重要的 我看過很多故事 男的移民為了家庭和小朋友 過到來找不到理想的工作,一直都不做事 接受不到暫時的失意 或者對那些比較junior的工作 她不認為是一個踏腳石,所以乾脆不做 如果你的老本行在加拿大沒有什麼市場 又或是因為其他原因而找不到相關的工作 那你會有兩個選擇 第一個就是去做第二行重新開始 又或是你去讀書,然後重新開始 如果你要去找第二個行業重新開始 有一些行業是有在職培訓,on-drop training 比如說一些dental admin 或是medic admin的職位 如果你要選擇讀書再重新開始的話 那你在加拿大讀書就等於 直接去拿相關的加拿大經驗 我會建議你必須先做好你的資料搜集 研究一下你想讀的科 之後在職場上有沒有市場 提提你,學校有那科 是不代表外面一定有相關的職位的 如果你要讀書,你要付出的就是時間和金錢 你可能會說我沒有那麼多的多餘錢去讀書 我有聽過新移民夫妻輪流去讀書進修 即是當一個要去全職讀書的時候 另一個就會做survival job,甚至可能打兩份工 而且有一些很in demand的工 例如PSW,Personal Support Worker這些 都只需要你讀大約十個月而已 香港人移民找工作是甚麼心態呢? 我會形容為一個一步到位的心態 我覺得普遍的人都希望能夠一步到位做自己的勞本學 因為我看到很多人都有問過我 他們在香港的那些經驗、證書、學歷、資歷 在加拿大究竟成不承認呢? 言下之意就是最好加拿大直接承認他所有的東西 第一,他就可以立即找工作 第二,他不需要轉學 第三,他又不需要再讀過書 即是說,他不需要再付出額外的時間和金錢 就可以在加拿大過自己在香港的生活 比如他找到自己在香港的職位 賺取和香港差不多的收入等等 聽起來好像是很理想 但我相信只有很少數人可以立即做得到 而對於其他大部份人 如果你是其中之一個的話 那你會怎樣做呢? 首先要看看你是甚麼身份過來的 以及你需不需要去找移民需要的0AB工種 去供你以後來申請移民用的 比如,如果你是用HKPW、香港路線 要找0AB工種 方便以後行EECEC 即是經驗移民 或者是省提名的話 那沒辦法 你只好積極去找0AB工作 你可能會問我 現在找0AB難不難? 以多倫多為例 因為去年大流行經濟差了很多 不少公司Lay off了他的員工 可以說現在 到處都是人在找工作 好像一些最低工資的工 都有不少人去應徵 更加何況是0AB工作呢? 要贏本地人去取得這些工作職位的話 你需要付出更多努力 以及需要一些運氣 而我反而覺得 如果你是行HKPW、香港路線的人 你應該在離開香港之前 就要想清楚 拿到工作簽證 以及賺取了足夠的工作經驗之後 你是想行EECEC 即經驗移民 還是省提名 去申請永久居民? 如果你是打算用省提名的話 我覺得你首先要做充足的資料搜集 因為有些省份 它是不需要這麼多年期的工作經驗 比如說它不需要經驗移民 EECEC要求的 起碼一年工作經驗這麼多 而有些省 它可能沒有一個特定的職業要求 你應該選擇一條對你來說 比較容易走的路來走 做好資料搜集之後 就應該一開始就向省出發 然後直到你拿到永久居民 你才考慮你是要走還是要留 你是不需要麻木地擁去大城市 所以預先做好research 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一來到加拿大的時候 已經是永久居民的話 你找工作這方面就比較有彈性了 但是我也是遇到不少人 是覺得他們找不到適合他們的工作 但是我在這裡仍然建議 大家要積極地投入社會 因為你既然是一個新移民 你要主動去建立你在另一個地方的根 去認識多些新的朋友 了解一下周圍的環境文化是很重要的 以我自己為例 因為我在加拿大大部分認識的人和朋友 其實都是在工作上認識的 我知道人際關係有時候是很煩的 但是有時候你沒有人際關係 可能會更煩的 因為在加拿大你看看冬天多長多冷 沒有朋友沒有人際關係 是很容易很自閉 然後想事又容易想到一邊 所以找些事做一下 發展一下自己的career 即使做一下兼職 都是好事來的 如果你來的時候已經是永久居民 或者之後拿到永久居民 想做回老本行 但是又需要讀書的話 你用本地生的價錢 其實都挺划算的 當然 你可能會擔心自己年紀已經不小了 其實加拿大有不少人 他們工作到六十多歲 都是很平常的 所以 就算你要去進修 你拿到的career 都可以用上一段時間 比如說 我以前也提到過 有一個例子 就是 我認識到一個香港來的移民 他來的時候已經四十歲了 那時才開始讀一個 巫師科程 他到現在六十多歲 都仍然在上班 這個case 他在四十歲進修 其實你都不可以說他是不值 我知道 每一個人的理想 都是想一步到位 不想走冤枉路 心想事成 當然是最好的 但是 如果暫時不可以 怎樣去面對移民的失意 才是重點 希望大家喜歡今集內容 記得like這段影片 subscribe這個頻道 turn on notification bell 支持patreon文字版 多倫多求生血女士 我們下集見 拜拜